有藍寶坚尼的修旅车冲撞水果滩 不只是把水果滩的柱子都撞凹了 自己的车头也被撞坏 修车费粗估要上百万元 索性这起事件是发生在清晨 当时水果滩还没有营业 也没有波及到其他民众 灯光一闪 瞬间天摇地动 千万藍寶坚尼修旅车出事了 高速撞上水果滩 另一支铁门旁的监视器拍下撞击 瞬间整个屋顶都剧烈摇晃的样子 拍摄店内情况的监视器则是瞬间断电 路口监视器拍下整个事故过程 超跑休旅行经台中南区 沿中明南路往南行经三明西路 突然失控右转一头撞进水果滩 事故之后驾驶还有乘客 自行走下车打电话求救 千万超跑休旅车车头撞断水果滩 铁柱卡住车上安全气囊全爆开 水果滩一侧铁门变形 另一侧整个被撞坏 休旅车头严重凹陷水箱破裂 保险杆全毁引擎盖隆起 前轮爆胎 车头还卡了柳丁 维修费用数百万跑不掉 水果滩老板说摊着是铁皮搭建 被这么一撞屋顶也毁了无法营业 因为造势的车辆悬挂车牌是租赁车 不管对方有没有能力赔偿 都得要先自己掏腰包 花两三百万修复才能继续营业 飙悍性能自称天空财势极限的 蓝宝坚尼修旅车 怎么会冲撞水果滩 警方不排除车速过快造势 将进一步厘清事故原因 幸好整起车祸没人受伤 记者胡杰伦许佳师台中报导 字幕志愿者 杨核新闻